稍微改一下,把他改一下2016好了 那就是那个巴西的那个里约,热内卢的那个 那日期的话,我刚查一下是8月5号 那假如说呢,我今天希望剩下的天数的话 那我要怎么去做计算 那底下这边有一个说明 其实特别注意,这个Date,日期会比较麻烦 因为日期的部分计算,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也不是一个文字,它是一个日期 那日期里面呢,它的计算的方式 你就必须要透过这个函数叫Date 那透过Date计算之后呢,它会是一个数字 那你会想说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我要想要知道说 剩下几天的话 那我就必须把未来的时间剪掉今天 就会知道剩下几天 那首先的话,未来的时间 我们先这边,游标先放在这个黄色的区域里面 然后插入函数里面呢,找到那个全部里面的 或者你找日期时间也可以 日期时间,这边有个Date,Date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那这个地方 它必须要有三个格子 所以你第一个的话呢,你就输入那个2016 然后8月5号 8月5号 OK之后的话呢,各位可以看一下哦 这个地方呢,会有个数字 多少呢? 42,587 你想说,这个数字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特别注意到,以色列里面的那个日期哦 它的根据什么呢? 它是根据哦 根据什么? 其实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函数说明 点下去这边就有了 其实这个函数说明里面,简单说起来哦 简单说起来呢 其实呢,这个日期就是跟哪一天相较呢? 这边有说明,其实就在这底下啦 不过这一长串里面,其实各位有在附注里面 就是跟这一天比较 1900年的1月1号比较 1900年1月1号为1 就是第一天 那所以呢,2006年的8月5号 就是42,000多 也就是说呢 它是以19001月1号为基准 之后越来越增加嘛 所以你要加减的话 实际上是跟什么呢? 跟不一样日期相加减 会产生一个数字 OK 所以数字这地方的话 是的 感谢观看